正常情况下的小孩子们 是挺可爱的 在五天面对像小宝那种 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孩子 恐怕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爱了 大姑 是这样的 正是因为我知道 他们天生有多可爱 所以才更想帮他们把病治好 那些被你救过的孩子很幸运 但是我希望 你能离开小宝和乔宴 我知道 您觉得我配不上乔宴 但是大姑 你真的愿意她为了公司 去娶一个自己都不爱的女人 然后不开心地过一辈子吗 乔宴自从决定接替她哥哥的事业 那就不只是她自己的事业了 她要对得起故去的亲人 不能逃避 是 大姑我觉得您说得对 但是很自私 门不当户不对的情侣 很难不辱婚姻 即使是结了婚 也不会幸福 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到时候你跟乔宴两败俱伤 而且小宝也会再次受到伤害 不是吗 大姑 请您不要再为难医院 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 那么快就老过来了 看来你真是很在乎她呀 我当然很在乎她 我知道 赫氏是需要我浮出全部心血的地方 从大哥和大嫂去世的那天开始 我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这些年来 除了赫氏和小宝 我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 我很清楚我们家的情况 我更清楚我的处境和责任 但同时我也很渴望 能够拥有一个正常成年人 可以拥有的东西 我想和自己喜欢的人 一起组建一个家庭 大姑 你想要的 我会帮你实现 但我喝一月的事情 希望您不要再干涉 我们走 大姑 我们走了 好 好